我們再看歷史3 他說有一個人造微星 以動能EK到地球運轉 若遇使軌道加倍 假設原來的軌道是R 加倍的話就變成2R 這樣的話需要做工多少 做的工 就等於它總能產生變化 總能增加 就等於1T 總能 2R那邊的總能 減掉多少人 1T R那邊的總能 我們知道這個動能等於位能一半交號 動能是等於位能一半交號 總能是等於一半位能 總能就是動能加位能 動能加位能 是等於一半的位能 那一半的位能的話 那這等於是2R 分之乎的Z 大H 現在它是從R那個地方 變成2R那個地方 在2R那個地方的總能等於多少 就等於帶這個公式 現在R都要帶2R 就等於兩倍的回到半間 所以2R分之乎的Z 大H 再減掉多少 2R分之乎的Z 大H 那這2R分之乎的4分之一 那這2R分之乎的4分之一 2R分之乎的4分之1 2R分之乎的4分之1 4R分之乎的Z 大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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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